噢 好像很多有質感的youtuber都喜歡在開頭喝一口咖啡或是茶 所以我來學一下 今天要跟大家來介紹Podcast適合用的麥克風 那因為近幾年台灣的Podcast開始流行 所以市面上開始推出很多為Podcast而設計的麥克風 甚至有一些命名就直接用Podcast來命名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些麥克風 而且今天介紹的麥克風也有不同類型的 所以直接錄給大家聽聽看 看大家的環境或者是人的聲音 適合怎麼樣的麥克風來去做選擇 那今天要登場的選手第一位是Blue Yeti Blue Yeti這支麥克風其實也是非常熱門 相信大家多少都有聽過 因為很多youtuber或是Podcast都很常使用到它 它也算是蠻親密的售價的一支電容麥克風 那它今天是電容麥克風的代表 那我們待會也會跟大家介紹 什麼是電容麥克風什麼是動圈麥克風 那接下來第二位登場的是這個 AKG P3S給大家看一下 AKG P3S 它今天代表的是動圈麥克風 那其實這支麥克風相對沒有到這麼熱門 同級價位的動圈麥克風 大家比較常選熱門的選擇是 Sure SM58那支麥克風 那為什麼今天介紹這支麥克風呢 因為這支麥克風我自己覺得 Sure SM58跟這支AKG P3S比的話 P3S會比較適合我的聲音 不過呢 大家也可以就是依據自己的情況做挑選 所以選擇SM58或是P3S都可以 只是它今天就是動圈式麥克風的代表 那最後登場的是這支 Sure的MV7 這支非常特別 它是一支動圈式麥克風 但是呢 剛剛講到的像是Blue Yeti 它是使用USB介面的 它只能使用USB介面 那這支AKG P3S呢 它是只能使用XLR的介面 就是它一定要搭配錄音介面 或者是回音器來使用 那今天這一支 今天這一支Sure的MV7呢 就是兩種都可以 它是兩棲的好不好 你看這個是XLR的孔 這個是USB的孔 所以它就是兩種都可以使用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一為大家實測 哪一支麥克風更適合你的選擇 OK 那跟大家說一下現在使用的是這個領夾式麥克風來錄音的 不過領夾式麥克風就相對比較沒有這麼適合 當然還是可以 但是就是比較沒有那麼適合 OK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為大家一一的測試以及介紹 首先呢 是這一支Blue Yeti 喂喂一二三 好的現在大家聽到的就是來自這一支Blue Yeti 所錄製的 那沒有經過任何的後製 只有這個讓音量比較平衡一點 是沒有加任何EQ啊或降噪什麼的都沒有 OK 這支Blue Yeti麥克風它是電容式麥克風 所以它相對的比較靈敏 就是沒有經過什麼聲學處理啊 或是吸音隔音的處理 就會收到比較多雜音 或者是冷氣聲啊空調聲啊電腦的風扇聲啊 或是外面的車啊什麼的 如果你的這些這些雜音會比較多的話 它都是非常容易收進去的 所以你的房間或是你的錄音的地方 是比較比較沒有這麼好的 或者是說比較沒有經過什麼處理的 那基本上沒有太建議這樣子的電容式麥克風 因為它的收音非常的靈敏 它就是細小的聲音就是衣服摩擦啊 或者是什麼旁邊的狗叫貓叫 就是都可以收的進去 那雖然它的收音就是比較靈敏 但它的優點其實也是收音靈敏 就是它可以收到比較細節 然後層次比較豐富的聲音 所以就看各位的情況來去做選擇 那還有一個點就是它只能插USB使用 所以如果你有很多人要多鬼的同時錄音 或者是你要做更專業的用途 這支麥克風就比較不能拍上用場了 所以總結 Blue Yeti是一支電容式麥克風 然後它收音非常的靈敏 然後它只能插USB直接接到電腦 OK那我們接下來換下一支麥克風 好的接下來是使用這支AKG的P3S來收音的 然後它只能接XR的線 那現在接法是接到這個Zoom的H6上面 拍不到 那現在接法是接到Zoom的H6上面 然後再接到電腦 把它當作一個錄音介面使用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可以 你可以在電腦上直接做編輯 或者是你有多鬼多人的錄音 這樣就可以錄 只是它就沒有像USB麥克風這麼方便 就是極插極用這樣子 不過如果你是有多人多鬼的錄音 或是你有更專業的用途的話 用XLR的介面然後接到錄音介面上面 是比較方便的 雖然USB麥克風在經過電腦設定之後 還是可以進行多鬼的同步錄音 但是相對就比較麻煩一點啦 那再來就是講到它是一支動圈式麥克風 所以它的收音是非常的不靈敏 它就是只有心情指向 就是前面畫一個愛心這樣子 然後只有Focus在我的嘴巴來收音 這個心情以外的聲音基本上都是收不到的 所以剛剛講到電容式麥克風 它收音非常的靈敏 所以可以收到非常多的雜音 就是你空間有什麼聲音 它基本上都收得到 所以你錄的空間 如果是這種比較嚴苛的環境 或是你沒有經過什麼聲學處理 或是你的雜音非常多 空間回音非常多的話 動圈式麥克風是相對比較適合你的 而且它在錄人聲上面 也是會有比較相對低沉的聲音 就是不經過後製來說啦 對 所以我認為動圈式麥克風是相當適合Podcast來使用的 OK 那我們最後呢就要來介紹 Sure的MV7 好的現在是使用這支Sure的MV7來錄製的 那這支麥克風它的外型 其實大家應該非常熟悉 如果你有在關注一些Podcast的話 很多人都有使用 也是同品牌Sure的SM7B 那它就是一支非常經典的麥克風 除了音質非常不錯以外 它的外型也非常帥 那這支Sure的MV7 其實就是那支Sure的SM7B的基礎去改造的 不管是它的外型或者它的聲音的音質 其實都跟SM7B還蠻像的 它就是算是一個它的平價版 或者它的小baby版 比那支還要小還要輕 然後價格也比較親民 也是專為Podcast而生的 而且SM7B其實除了它價格很貴之外 它也是出了名的難推 它的聲音非常小 如果你不是用一些推力非常強的錄音介面 或是回音器的話 你會需要買一個這個千級放大器 preamp之類的那些產品 那些額外購買的配件 可能都要逼近兩萬塊了 所以算是非常的昂貴 對這個初踏Podcast的人來說 但是這支MV7呢 不僅它的價格是八千元有早 而且它的推力呢 其實也非常的不錯 我使用XLR接一般的錄音介面 或者是使用USB接這條電腦 可以聽到它的聲音都是非常的紮實飽滿 針也不用開到很大 就可以獲得很清晰的聲音 就是它改進了SM7B的一些缺點 然後把一些技術規格啊 聲音音質啊都下放到了MV7上 所以對一般的初學者算是非常的友好的 那它是一支洞圈麥克風 它除了是一支XLR麥克風 它還可以接USB直接接電腦或者手機 這超級方便 就是如果你是初學者或者是 在一開始錄的是Podcast 沒有這種多人多鬼的需求的話 這支麥克風在一開始接USB 直接接電腦或者手機真的是很方便 而且如果接USB 它還有APP跟軟體可以使用 那我們接下來就帶大家來看看 Sure MV7的軟體設定吧 好的你只要去Sure的官網 就可以非常的方便的下載到這個軟體 這個軟體叫做Sure Plus Motive 它就是專為Sure的MV7 還有Sure的其他Motive的麥克風的系列來做設計的 那在手機上也有 iOS跟Android都有 介面上都大同小異 只是手機上就多一個可以錄音的功能 還可以做更多的錄音上的設定 OK 那我們今天就先帶大家來看看電腦上的軟體的設定 OK 可以看到這次可以做非常多的設定 有分自動跟手動 我們先帶大家來看到自動這個介面 首先呢可以看到第一個預設 預設就是你可以儲存 設定好所有的東西 然後去儲存這個預設 那這邊下面呢就是我自己存的預設 所以呢我們直接按下去 OK就可以直接的 就可以直接的更改它的設定 非常的快速非常方便 好可以看到再來就是這個麥克風靜音 所以按下 好再打開它就有聲音了 好再來是這個監聽混音 那SHURE的MV7背後有這個耳機孔 給大家看一下 在這邊SHURE後面有一個耳機孔 所以它是可以實時做監聽的 除了實時做這個MV7的監聽 它還可以 你知道在電腦上選擇 你的輸出的裝置是MV7 也可以同步聽到電腦上的聲音 所以有些人在Podcast的時候都習慣 邊放著音樂邊Podcast 其實也是非常的不錯的 那在這個監聽混音的這一頁 我們就可以直接的做這個音量的大小 所以我們在插耳機到MV7上面的時候 就可以很快速的調節 你要聽到麥克風多一點 還是聽到電腦的音樂多一點 非常方便 好接下來是這個麥克風的位置 那現在我設定成遠 是因為我現在離麥克風還有一段距離 你可以聽到即便我還有一段距離 它的收音還是非常的清楚 而且雜音跟噪音也沒有這麼大 那我們接下來換到近的模式來聽聽看 好接下來是近的模式 我現在就要離麥克風比較近一點 所以就是看你會離麥克風比較近還是比較遠 都可以很快速的切換這樣子 然後切換成遠 接下來是這個音調 好那其實這就是EQ的快速設定啦 自然就是它就是原廠的聲音 那如果要低沉的話 這個聲音就會比較低沉一點 它就是中下的頻段都會提高了不少 接下來是明亮 OK明亮就是中高頻 就會稍微比較提亮 那我自己還是比較喜歡自然啦 就是它還是比較自然的聲音 就是比較適合我 如果我還喜歡低沉的話 那等於聲音又太低了這樣子 好再來是這個LED行為 我現在把即時指示器打開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它就會時時跟著你的音量 然後去亮這個LED燈 那如果我把這個即時指示器關掉 OK 那我把它關掉它就是可以直接調整 麥克風的音量啊 或是耳機的音量 或是這邊有一個靜音 好這樣就沒靜音了 好還有一個是夜晚模式 夜晚模式就是 如果你不希望燈這麼亮的話呢 你可以把它打開 OK它燈就沒有 就稍微比較暗了 剛剛說到這個觸控條 是可以觸控的 接下來我們就點到手動上面 這個音量就可以調了 假如說我們現在按一下這個 這個鍵 它現在就是調整麥克風的增翼 現在是綠燈亮到倒數第二個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這樣子 這樣子觸控 這樣子來 這樣子來減少這個音量 有沒有再增加增加 欸 好 但說實在這個觸控條 其實沒有到非常的好用 沒有到非常的靈敏 所以通常呢 我都直接在APP直接調 好 那接下來回到APP的頁面 所以直接調整這個麥克風的增翼 直接這樣子 直接這樣調 非常的快速 對可以直接調 通常我是設在 33dB 就是講話都可以收得到 但是也不會到報應的狀態 OK 接下來是麥克風靜音啊 或是預設這些剛剛都有 比如說這個EQ 講解給大家聽齁 這個就是flat 平坦 就是什麼都沒有調過 就是預設的聲音 接下來呢 這個是high pass OK 什麼是high pass呢 就是高頻通過 也就是low cut 就是把低頻的某一個頻段消掉 就如果你房間還是有一點這種冷氣聲啊 低頻的這種噪音 你就可以通過這個high pass filter 就是這個EQ啊 來把它進一步的削減掉 OK 接下來這個是 這個是中高頻的提亮 我們按一下呢 這個就是剛剛的明亮模式啊 其實 就是它可以進一步的把你的中高頻 提亮 然後 讓你的聲音更靠淺的這種感覺 最後的這個就是 高通和臨場感增強 就是中高頻都有提亮 而且還有在增加剛剛的這個 把低頻的進一步的衰減 低頻衰減呢 就不會像沒有調整過的EQ 這麼 這麼有低沉的這種聲音啊 所以我自己呢 還是 留在這個正常 這個平坦的這個模式 OK 接下來是這個限服器 也就是limiter 那這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 它可以防止暴音 那假如說 我現在把它打開 假如說我現在很靠近麥克風 然後它講話都是爆的 它這個限服器 就打開 就不讓它爆 OK 那如果我把限服器關掉 就可以聽到 好 這個聲音就直接的失真了 給大家看這個波形 前面這一段呢 就是 有開limiter 也就是限服器的 它就是會把音量壓在一個 一個db數下 那後面這個就是沒有開限服器 你看就直接爆 你直接完全失真了 所以你是平常 會比較 笑得比較大聲啊 或是你常常會有些激動的時候 就可以打開這個 幫助你不會讓聲音失真 OK 接下來是壓縮器 壓縮器是什麼 其實就是compressor 就是 讓音量可以壓在一個範圍內 就是 就是小聲的地方 提大聲一點 然後大聲的地方縮小一點 這樣就可以讓大聲跟小聲的這個range 會比較小 這樣聽起來的聲音就是會比較平衡的 那現在是 大家可以聽到這個 壓縮器是關的 所以我如果小聲一點講話的話 這聲音聽起來就會非常小聲 如果大聲一點講話的話 它就聽起來就非常的大聲 這個 它的聲音的range就是比較大 如果你的聽眾在聽耳機 你平常就是 就是一個比較小聲的聲音 在講話 然後聽眾就會把聲音 開得比較大嘛 但是我們有一個 一個突然 突然一個大聲 一個激動一個大笑 那聲音就爆了 所以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壓縮器打開 它有分三段 第一個是柔和 這個是柔和的壓縮器 接下來是中 OK 現在是中的壓縮器 接下來是重的壓縮器 重的壓縮器 它就是會比較 壓縮的更明顯 所以我如果小小聲的講話 還是會有一定的音量 但如果大聲的講話 它的聲音也不會到非常的大 對吧 OK 那這就是它的APP的所有功能 那 這個APP真的非常方便 就是如果你沒有學過一些什麼混音啊 什麼 什麼音量的 compressor limit 剛剛那些 有些都聽不懂的話 即使你調到自動 它就可以讓你的聲音 其實有一定的品質在 就是 大聲的地方也不會太大 小聲的地方也不會太小 然後 還可以調整低層或是明亮 真的非常的方便 但是它只能是USB的模式下使用 那剛剛講到它除了是一支USB麥克風 它還是一支XLR的麥克風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使用XLR來錄音 給大家聽聽看 看看有什麼差異 好了 現在就是使用Sure的MV7用XLR模式來錄製的 那大家可以聽一下這個聲音有沒有差異呢 我自己就覺得 就差了這麼一點點 就是 其實還是要看你的錄音器的錄音介面 是怎麼樣的啊 不過我自己覺得它在USB跟XLR的模式是沒有到差太多的 就是差不多水準 都是很不錯的 不過接XLR線的優勢 就是你可以進行多軌的錄音 就是 假如說現在Zoom的H6它可以接四軌 你就可以同時四個人錄音 但是你就要學比較多的一些基本的混音知識 就沒有剛剛的APP裡面的什麼壓縮器啊 什麼自動什麼低層什麼的都要自己調 不過這也是一個優勢啊 就是如果你是一個更專業的使用者的話 你就可以做更多的自訂了 真的就是非常的方便 Sure的MV7它就是一支雙漆的麥克風 可以使用USB模式也可以使用XLR的模式 只不過我覺得它的唯一的缺點 它的USB是MicroUSB 大家有看到嗎 它是MicroUSB 這讓我非常的不解 都2022年的 怎麼還在用MicroUSB呢 因為它盒裝裡除了有附MicroUSB接到這個USB-A接電腦的 它還有附一條MicroUSB to Type-C的 USB Type-C的 所以這讓我非常不解 就是你都讓這個更方便的人用Type-C 像我使用蘋果的MacBook Pro 就可以直接它插旁邊的孔 那你為什麼不把麥克風順便做Type-C的孔呢 蠻不解的啦 不過它還是一支非常方便的麥克風 OK 好的今天介紹了這麼多支麥克風 相信大家看到現在都有一些 比較心儀的麥克風的選擇了 我自己覺得這支Shure的MV7真的CP值非常的高 它不僅可以使用一般的錄音介面 它還可以使用USB接接電腦 還有非常的懶人的方便的App來操作 超級方便的 MV7不僅讓初學Podcast的人可以更快速的上手 有那些非常方便的App的設定 還讓如果是更專業的使用者 還有更多的用途 所以我自己覺得它是初學者或是專業的人都可以使用的一支麥克風 那它除了丹麥這支MV7麥克風 它還有瑞典的MV7 它除了丹麥這一支麥克風以外 它還有Podcast的套組 就是下面的這支腳架 有沒有看到 我現在把它轉下來給大家看 這個套組還有附這一支腳架 這一支呢是來自這個Manphoto 如果是接觸過攝影的人就可以知道 Manphoto在腳架這個品牌算是品質非常好的腳架品牌 那它就是跟Manphoto一起扯作推出的Podcast的套組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盒裝 有沒有它就是一個MV7Podcast Kit 它下面就連帶的這個腳架一起推出 所以呢如果你是有需要架在桌上的需求 相比那個原廠之前出的那個底盤只有一個平面的一個底座 我覺得這支這個腳架的用途更廣更高更好用 更好用 它除了可以就是 它除了可以架得更高之外 它也是一個球形雲台給大家看 給大家看 所以你假如說有更多角度的調整 你要架在桌上 然後你要調整什麼角度都可以 只要按住這裡 就可以調整 就可以更多角度的調整 所以我自己覺得搭配這個組合 真的是Podcast的神器啊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那大家對今天這三款麥克風的這個比較啊 還有一些測試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心得或是問題 都可以歡迎在底下留言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我們下次見 掰掰